最近夜在20号凌晨终于解除隔离 在粉丝媒体的包围下 坐车直奔大S身边很爱人见面 他的小姨子小S也马上po出深夜狂舞影片 来欢迎姐夫 欧巴叉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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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姐会杀死我 晚脸还原姐夫的光头又害怕被骂 吵闹举动完全笑死大家 有粉丝就问她说姐是不是有喝 她就大大澄清自己是亲情的 并向三立新闻网透露 那个舞是她稍微看一下姐夫当年MV 就自由发挥模仿的 至于大S的反应 小S表示自己还没有跟姐姐通上电话 所以还没收到 不过他都会看我IG 说我很爱趁他热度 但他明明就笑得很开心 等到杰夫结束最后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 小S也透露打算带杰夫去尋尝他最爱的麻辣锅 被问到会不会邀徐妈一起去 他则表示当然一定会隆重邀请妈妈 还笑说我可能会找一张上面有两只公鸡的卡片 且说我亲爱的母亲郑重邀请你加入 而虽然自己不能代替大S回应 终于和老公见面的心情 不过等到自己见到聚俊叶第一面 一定会先紧紧抱住对方 并用韩文告诉杰夫我好想你 希望聚之后不会被热情小姨子吓到才好啊